說法 可以 刺激 刺激的什麼 刺激的因果 所以就像有什麼人家他就有辦法 說什麼客戟的 因果給他 幫助他代表問題 所以那是什麼 通達 收尾的 有說道通道 這樣有辦法道 阿羅漢 神武 佛陀的進階 有這些越來越進階 這有辦法知道分離道 說道 不通達道 婦人從成就生文教授教訣 有辦法這樣 一般都是要破四項 圓結晶裡面就說破四項 先破我項 再破人項 再破眾生項 再破受者項 但是大家聽你聽到 自己聽到 你們有相對 有沒有 破我項人生 破我所謂的我下 破人下就是再破人的這個心 有沒有人下 也是一頂一頂 像裡面 所以 什麼是眾生象? 那就是 你如果感到有破人所謂的心 我也是 也是有笑 那就是眾生象 人家有破人所謂的心 就不可以有的 人無就是畢者上 眾生象 所以我想就是 先破所再破人 人所破完之後 你有破的那個心 就是眾生象 也要破 再來 上面就是這個受者象 那就是我能夠讓這些通通不生的那個象 還有的話 那也不行 所以連受者象也都要破 阿裏做的是到達到最高 現在是想通通的 然後這樣完全親近 所以這裡有辦法 像這樣 廟陰 關世 英雄 幻英 海潮 英雄 這邊是智利 這裡 這邊是 這邊是 地盤 這是 這是有來的到 歐羅漢 古港的地方 好 我們再來看 三百空而已 第六十七項 如是我們一時活住社會國起訴其孤獨言 而時世宗告出比喬有五壽音 何等為五 四壽音 還有壽壽音 享壽音 行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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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壽音 五等比喬 當觀察與色 觀察色影 見有我跟異我 有我跟異我 有我跟異我是什麽 是根本無明 我 突然以後 講過了 見到有我 還可以是 忘其 人 異我是什麽 所 所以 無同 無同 所以 那是 更多 那是 一開始 無明 先 不覺 身上 再來自然成立了這樣還沒解決 就亦比所亦 所以有種種象徵 這就是進階為延長 六處 所以觀察設計見由我亦我象徵以我 原來這都是什麼 這都是不予不解忘生出來 這都是什麼 都都是不予不解 所以諸比丘就把佛說佛也是尊 無者無者 所以佛告比丘善哉善哉 色如我 這根本無名 哇 這直接從如我下手 因為喔 頂部的無緣無就是 這是啟梨的什麼 無厚 那現無厚 再來無厚之間 就可以 齁 知道了齁 無常 這樣怎麼會無常 就我剛才說了齁 那水跟土學做的 沒有錯 這個土走過來 這個土走過來之後 就是要多麼我些年過再造出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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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